慢慢的大声 这边也是一样 左声道右声道 做两次一样的动作就对了 最后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它会慢慢越来越大声 那你可以试播看看 它越来越大声 按确定就可以 那声音部分就完成了 就剪接这个声音的效果出来 接下来的话 要把这个图档汇入 并且做成底图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α实际的要改成0就可以了 第四题留给你们做 第五题的话 就是要做出什么 星星外框 这色片 当笔移动的时候才显示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播的话 笔是 那个框框现在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没有那个效果出来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的话 我必须做一个什么 在星星外框上面按右键 加入一个图层 这个图层你可以重新命名 没关系 那在这个图层要做什么动作 就是做那个所谓遮射片 那遮射片呢 你可以发现星星外框 是一直到第21个画格 有没有 才出现 所以在21个画格 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怎么样呢 直接在这里 先把图层 先按右键 把它改成什么 遮射片 遮射片 接下来你会发现呢 星星外框就跑到下面 那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 在21个影格的地方按右键 然后呢 接下来就插入 插入关键影格 那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 用这边有一支笔 笔刷工具 点一下 这边笔刷 这个笔刷 笔的话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就是可以把这个笔尖 把它挡住为原则 那大小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在底下这边去做一个调整 这边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笔刷的形状 笔刷的大小 比如大一点点好了 就把这个笔刷的大小稍微调 这个笔刷工具 那可以把这个挡住为原则 这个本来没锁 这个 难怪 这边的话笔刷大小 理论上应该开起来 它应该是唯独档 所以这个锁是上锁 没有办法编辑 没有办法编辑 那这边的话呢 现在太大了 那颜色部分当然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遮瑟片 那遮瑟片的原理就是 比如说我 它要移动才会显示 所以我全部都要把它 这个 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你必须要一个 然后呢按右键 第二个呢 再点一下 插入关键影格 它是不是移动 再点它一下 就是它笔尖的地方呢 你通通要沿着它的笔尖 怎么样呢 去做动作 也就是说呢 你这边影格 这么多个对不对 每一个都要这样做 它就会有那个效果出来 所以你必须 这么多影格 假设你通通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我先做几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 假设我有做的部分 有没有 有没有 才会出来 那如果说 那么不能这样做 我先做什么事